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全新一集 What's Next 科技早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丁教 那在过去一两年里面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投资力量的崛起 他们在过去的十年间成长了十五倍 已经赚到了风险投资整体数字的百分之三十 那这股力量就是CVC Corporeal Venture Capital 企业风险投资 在2021年在海外市场 像是阿拉斯加航空 美联航 大众汽车 还有我们熟知的Zoom都设立了自己的新基金 其实并不是只有上市的大型公司在设立自己的CVC 很多pre-IPO的公司也都在开始着手设立自己的CVC 在21年新设立的CVC中最小的基金是在1000万美元 平均数字是9100万 那中位数是在5000万美元 其中66%是第一次设立自己的基金 那在里面前五的赛道分别是媒体与娱乐 软件 金融服务 健康和生物 以及零售和电商 那在这五个赛道里面 除了软件是上市企业 CVC投资占大部分 那其他都是未上市的公司的投资占了大头 TechCrunch最近一篇新的文章 采访了美国最大运营商Comcast以及MongoDB的CVC投资人 他们认为企业设立CVC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创新的周期越来越短了 科技公司希望在市场上能够不被新的技术和产品disrupt 其实更好看的财报并不是他们最主要的原因 不管是进攻或者是防守型的投资 财务或者是战略两个目标其实都不冲突 好的战略投资 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也能获得好的财务回报 那当然CVC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挤压传统的VC市场 那除了钱之外 CVC还有很多其他的增值服务 比如说是MongoDB的做法是高管 作为导师和创业公司的配对 更多的在产品和市场上面的支持 给予创业公司更多在客户和合作伙伴方面的资源的曝光 那未来市场上也不仅仅只是CVC和传统VC之间的竞争 随着更多CVC的入场 那可能未来我们会看到的是CVC之间的竞争 不过这些对于创业公司来说都是很好的消息 那再看回国内 我和国内的一些大厂的战头朋友也聊了聊 他们告诉我21年其实是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监管的大年 大多数的CVC也调整了方向 一方面积极配合监管做申报 一方面从过去的内生增长加上外延投资 并购相结合的模式变成了回归主业有序的竞争 更侧重围绕公司主业对能产生协同作用的公司做战略投资 CVC只是在探索健康增长路径上的辅助工具之一 单靠过去投资以及并购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好了那下面就是我和两位嘉宾在这个话题上的讨论了 哈喽大家好呀 那今天和我在一起聊的是两位自身的主播啦 那我们先请他们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来看大家能不能听出来他们声音 哈喽大家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了 哈喽哈喽大家好 因为今天请两位来跟我聊这一期 其实我发现咱们都有一些这个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的背景 就是这个CVC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企业站头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其实自己最早在上一份工作吧 就是最后一份给别人打工的工作 其实是一家这个上市的代工厂 帮他们在硅谷做一些硬件的投资 然后我知道你们两位其实都有一些这个站头的背景 就是现在正在是站头 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那我们先让好久没有出现的孟默先来说一下吧 谢谢大安 哈喽大家好 很高兴又用声音跟大家见面了 我是长得好看了不起的大健康消费投资人孟默 对然后孟默其实现在是在一家新的企业 她换了你换了工作对吗 对我去年大概Q3的时候 其实换到了现在的这一份工作 然后也是一个从这个传统的财务投资机构 然后跳到一个CVC这样的一个转型 对然后所以我现在其实会主要的去focus在整个大健康消费生态 就是消费级医疗和医疗级消费 以及他们的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的这个投资 刚刚那句话 我是消费级医疗和医疗级消费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吧 我觉得国内现在这个名词搞得非常fancy 对其实很容易理解 就是现在国内的整个特别是疫情后吧 我觉得不只是国内就是全球都有个趋势 大家知道现在healthcare是最火的一个话题嘛 然后但是在healthcare里面 我们知道原来其实比较多的是投到两端 一类是可能是偏健康或者有健康概念一些消费品 比如说运动装 然后包括比如说一些减肥代餐 他们其实都属于这个健康消费的范畴 然后可能另外一端呢 就是真的很healthcare的这样的一些医疗器械 然后包括医药的一些投资 但现在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严肃医疗投资人 他们其实也在往这个更2C的方向 和更消费级的这样的产品去走 然后把他们的原来的这样的比较丰富的就是生产经验 然后以及这样的一些科研的背景 然后去复用到或者我们说降维力打击到 这样的消费者级的应用里面去 对因为现在其实是用户自己对于健康的这个awareness 是越来越重了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个趋势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另外一端呢 就是原来可能我们很多的这个快销品 我们就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们说垃圾食品或者零食 大家其实都是会有一个概念是他其实不太健康的 但是从这个元气森林开始我们会发现 这个所有的这些快销品的健康化 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 对所以两端都在往当中走 这就是我们现在在看的方向了 对 那我们这个再问一下瑞士 我记得你最早其实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 也是一个CBC是吧 先跟大家打招呼啊 大家好我是瑞士 终于又见面了 年后的第一次上麦啊 那个其实是我们当时是在一家中国的这个上市企业 在做出海 那么你知道那个时代中国 尤其是品牌出海在海外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 其实是去看海外的品牌 去买买买并购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们在海外 其实我们整个team买过一个北美的一个品牌 然后也买过一个德国的一个品牌 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中间呢 其实是踩了一遍我们 这个是M&A部门 不是CBC 对对对 其实也也也没有M&A这种说法了 其实我们就是这个海外这个部门 我们这部门在海外既做这个产品 又有很多的这个跟海外的这种合作 然后M&A我们也做过 其实我当时还是一新人嘛 所以就是比较好奇 记得当时那个我们这边 呃老大给我们发了一个材料 并购之路 那让我们去学习 然后其实当时同一时代 有很多这种大型的中国的品牌 其实在海外都进行了这样的进程嘛 就比如说像这个吉利局收购沃尔沃啊 这个联想局收购这个IBM啊 当然他们的一部分的这个业务啊 所以其实当时有很多这样子同类型的企业 那么我现在呢 是在一家这个出海的VC嘛 那么我们是VC的角度 但是在出海这个行业里面呢 那么有很多的CVC 尤其是在硅谷这一边 那么CVC的是非常重的一个角色了 那么从中国到海外 其实尤其是在东南亚 我们发现大型的这种CVC 像阿里啊腾讯啊字节啊 他们的出手都非常猛了 呃我一直跟我们的同行们说啊 我一直觉得其实对于早期的VC来说的话呢 在一个新兴国家去直接直投当地的企业 风险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个风险呢 其实对于CVC来说的话 他们就能够通过他们的规模 和他们的整体的业务的集群 给规避掉 所以呢CVC成为了出海中间 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 这个也是我们不得不去深入研究啊 他们的动作 他们的这个趋势 他们的策略 所以呢今天特别开心 能跟大家一块去聊一聊这个话题啊 你们比如说是 如果看一个项目的话 然后如果CVC投了话 你们跟着这个近一点 你是觉得是更安全吗 还是怎么样 这个得分情况讨论 我们看其实在上一个时代 出海里面非常多的这种东南亚的项目 印度的项目 其实大量存在这种CVC在前面开路 我们讲这个出海船阵 前面是航空母舰在开路 或者说不光是CVC了 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 很多时候是这个公司直接直投啊 或者说是他的业务部门 直接就会有一些相应的行为 我记得我第一次我在印尼 有一次遇到了一个 咱们国家非常大的一个互联网企业 我就不说是谁了 是某一个动物厂的 见到他了以后 我说那你们投资 咱们换个名片吧 结果一看 他是一市场部的 然后我心里说 我说市场部的怎么也出来看项目 他们说我们这个是不同的部门 都会出来一块来看项目 所以可能在很多时候 严格意义上不是CVC 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这种大企业 它根据它的业务的需要 它发展的需要 策略的需要 它进行的这种买买买的行为 不管是投资还是并购 whatever都可以 那么这个行为 其实在海外有很大的程度上面 是做开路先锋了 我们刚才讲 所以在海外 其实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行为 就是大家如果看到 有巨头去投了这个方向的企业 或者说是这个赛道的话 大家还是比较安心的 那么在中国可能就得分另外一个情况 那就是说 中国我们经常讲 所谓的中国和美国 这种比较发达的 这种充分竞争的创投市场 我们经常讲 有一个概念叫做战队 那么一个CVC如果投过了以后 我们讲可能这个行业里面 它就可能要开始战队了 那么这个时候 就有的时候对于 这个VC到底是跟不跟 这个项目到底拿哪一个CVC的钱 这个时候这个策略 就要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 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也是分情况讨论的 Richard很圆滑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所以就想聊这一次的话题 也是因为Richard在前几个月 把写了一篇文章 然后专门是讲硅谷这边的一些CVC 然后从这个微软收购 Activision暴雪 然后包括其实当时也是在国内字节跳动 然后他们把这个战头部门 然后解散了这个新闻也出来了 对其实就一个时间节点的 好像很多的这个不同的CVC 大家的这个策略啊 或者他的未来的这个计划 都是好像挺不一样的 然后包括我其实是在上一个星期吧 然后看了CB Insight 然后出的一个报告 其实整个在21年的VC市场的 这个投资数据 这个整体啊 是6210亿 然后比20年是增加了111% 这个数字还是蛮高的 但这个CVC啊 这个就是占头的这样的一个资金 其实在里面就占了27% 然后这个金额是比20年增长了142% 就是增长了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特别是这种叫做Megarone Megarone就是在这个1亿以上的这样的投资的这样的金额 占了整个交易数额的10% 就是交易数额是占了10% 但是这个资金的这个量是占了62% 就等于说这个大厂 他们在投的交易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他们投的这个金额都是特别特别的大 对所以他们其实是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 不可忽视的在VC行业的这样一股力量 对所以其实是想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来聊一下 这个不管是在海外啊还是在国内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情况 包括可能现在我们经济感觉是在往下走了 然后CVC就是怎么样的一个 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我觉得可能先让孟孟介绍一下 国内的这个CVC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吧 正好就也回应一下刚刚答案讲的这个现象 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这两年 好像CVC感觉在这个市场当中的这个活跃程度受到了关注 或者是为什么我们感觉CVC这两年 在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参与的比例变得越来越高了 我觉得本质上还是因为本身风险投资 它就是给风险去做定价嘛 那其实在这个外部市场波动比较大 或者是我们在觉得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或者是相对这个市场的情绪比较悲观的这个大前提下呢 那实际上可能CVC它从产业的背景来说 它是更容易去这个拨开市场的外部波动的重重迷雾 然后去给到更怎么讲 因为他们的信息量会更多 所以它其实是更容易去做风控的这一个动作的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开玩笑说 因为可能很多的这个VC都还在观望 但是很多的这个CVC可能都已经看明白了 所以它会倾向于在这个时间点去市场上 找到一些相对价值会比较低估的 这样的标的的机会是比较多的 那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此之前 其实CVC们都已经在这行业上观望了比较长的时间了 然后只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出手时机 对 然后所以我们看这两年的话 就一个是会觉得他们相对来说比较活跃 然后一个是可能我们觉得 为什么他会敢于去出手一些相对这个金额比较大 然后阶段比较成熟的项目 也是因为就是对于这一些 就是还没有完全safe 还需要依靠持续融资去发展的 但是相对比较后期的项目来说呢 其实这个时候他们自己的外部竞争的环境 也变得更简单了 因为在这个融资市场不是特别乐观的情况下 有很多早期的就是我们说就是可能 比如说混战的这样的一些市场 然后都用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速度 回到了一个比较冷静的一个阶段 然后相对来说头部项目就会格外的突出 那对于这一些这个corporate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时机 这个时候的确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时间点 对 我觉得刚才某某说的很好 其实我们看CVC 其实最强调的是两点 这个中美都是一样的 第一点呢 那就是说呢 在业务上面他们有很深的认知 本身在一个业务生态里面的 那么整个的这个 虽然海外不兴讲这个生态 因为有这个反垄断法 我们一会会讲到这个反垄断法 但是事实上就是 它对于整个产业 它肯定是上上下下都是非常了解的 那么这是对于生态的理解造成了 它先天就有优势 另外一个巨大的不能不说的优势 就是CVC往往是造血能力非常强的 他们有这个C在背后顶着 都不差钱 那么这个天然的跟VC是不一样的 当然在这几年呢 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和美国呢 其实在模式上面 就我们单讲CVC的模式 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演变 那么我们看到有这种公司型的 这种去寻求公司下一步发展前景的 这种巨型的并购 那就是赌公司的明天 那比如说像这个Facebook去买Instagram 去买这个Oculus 去在这个元宇宙布局 对吧 这种的就是赌公司的明天 有的是说 那我要为我这个生态里面所有的这些产品 甚至是我的这些工作人员 去买买买工具的 那么这种呢 其实像Apple 像这个Microsoft 像这个微软 都干很多这样的事情 那么Apple它的并购 很多其实就是为了我这个组 可能用着哪一个软件用的比较顺手 我就买进来了 非常多 所以这个就属于我们叫光潮市买买买的这种代表 那么中国呢 其实过去我们刚才讲 包括我上一家企业 他们做的这种事情 其实往往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为的是这个资产 后面还有几类比较另类的CVC 有一类是属于这种 把CVC作为一个竞争工具 当然这个是非常少见的 就是在早期 我们看那个思科 以前有过这种 就是我去投你 或者我去买你是为了让你死掉 就是故意就是这种 去并购你 然后让你停止发展 那么这种策略 在之前的这个并购策略里面 在CVC的策略里面也是有的 但是这个我们今天就不提倡了 就不专门讲这个东西了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现在很多CVC 他们开始去投 他们主营业务之外的业务 那么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像这个Google Google他的这个Google Venture 那他开始投生物医疗健康 这个成为了默默 他们的这个竞争对手 不敢不敢 然后呢这个亚马逊 亚马逊那个你看成立了 一个碳中和的一个这个基金 在去年 那么投了这个著名的 这个充电卡车叫Rivian 那么这些基金 或者说是这些CVC 其实都是在他们的主营业务之外的 属于这种常识性的 这种创新性的 你说他什么都行 但是你说他是未来 他们公司重仓去压的一个未来 也不一定 觉得好像是这个创始人 或者是这个老大 他们可能是想好玩去投一投 但是现在也越来越多 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的这个产业来说的话 也是开始百花其放 那么你像这种C成立VC 这种现象现在也越来越多 其实可能也就不是说是他们自己的钱了 那么可能是比如说我亚马逊 我Salesforce 这几家企业都是喜欢干这个事的 我这个Google 然后Microsoft有这个M12 他们都是说我们公司来成立这个基金 那么这个基金的钱可能是外部来的 那么中国现在也有 你比如说腾讯 腾讯现在有这个基金也是这样的 其实是外部募来的钱 不一定光是腾讯的钱 那么他也是照市场化基金的方式去运作的 一样去就有这个前中后台 有风控 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角色 这种情况下面的这种新角色的这种CVC 其实这几年反而也越来越多 其实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 整个行业是一种百花其放的一种状态 对那这样子其实是不是会对传统的这个VC 会是蛮大的打击 因为传统来说的话 这种corporate它是VC基金的一个很大的LP的来源 那如果争议都被这个CVC给抢去了 然后他在外面也持续在募资 那我感觉好像对VC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是不是对他们的一个挤压呢 我觉得非常是 因为你看你刚开篇的时候 讲到了这个CVC投的很多 其实都是Mega Run比较大的这种伦次 但是其实这几年 其实大量的PE和CVC逐渐在往早期在走 这个现象非常的明显 不管在中国也在美国 或者说是像Google这样 他们就成立早期基金 那我有这种旗下的这种早期的基金 甚至是复发器整个生态去做 那整个这样子的竞争力 其实是非常的强的 整个行业的话 他们能给创业者带来很多 普通VC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在我们的角度来说的话 那肯定是不可能轻视 CVC这么重要的一支 在整个行业里面非常强势的力量 因为在国内我知道 其实有一些创业公司 在早期的话 他们不愿意去拿CVC的钱 因为一拿的话 他肯定要签这种竞业的 这个排竞队的这样的一些条款 所以他就等于是站队了 那就等于说是我就已经是 可以看见我未来 我这个五年十年的这样发展了 对吧 所以很多人他其实反而更愿意拿 传统的这个VC的钱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可能算是在我自己 这个反驳了我刚刚自己的一个观点 其实我觉得可能CVC和VC 在参与到这个市场里面的时候 就是他们的视角 然后以及就是背头企业 对他们的认知和意图 都是不太一样的 就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就是像达安说的 可能有的企业他会 他会很抗拒 他会说我早期的时候 第一可能我不想站队 然后第二可能就是我会 觉得你是不是早期参与到 我是要去影响到 我未来的这个企业的走向 或者是说是抱有了一个 之后要收我的一个意图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 我们还是要稍微区分一下 就是CVC和这个传统的 像这个Richard之前说的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M&A的一个区别 就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CVC 他们在做的动作 还是偏少数股权投资 这样一个动作 就其实有点像 我们如果举个例子的话 比如说像这个小米 其实我们去看小米 他在做很多生态投资的时候 他其实虽然在这个企业的发展中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然后为他们提供这个供应链资源 为他们提供销售的渠道和平台 然后以及为他们的这个产业去背书 但是实际上他在里面还是一个 就是我们说少数股权的一个股东 这个是一个双向选择的一个过程 就是有一些企业 比如说类似于智能硬件 他就会觉得说 我跟着小米生态一起 然后大家共同富裕 对吧 对然后但是可能就是 对于有一些行业的 就比如说我觉得最typical的 应该就是我们说的 纯互联网TMT的这样的项目 他可能就会比较抗拒在早期 或者是说他就直接选择了 抱一条大腿 我们看那个其实几年前 当出海这个概念比较流行的时候 其实有大量的这个 我们说什么印尼头条 某某地方的头条 某某地方的这个 这个这个移动APP对不对 然后被被收购 包括这个Musically也是一个 TikTok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对然后我觉得就可能就是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 他们一的是选择 在一个相对比较残酷的环境中去厮杀 然后一的是选择一个相对于 可能比较安全边界高的道路 然后可能不同的CEO 他是会在不同的这个企业发展阶段 做出不一样的选择的 但是本质上来说 我觉得CBC倒不一定是挤压到了 纯彩物投资机构的这个市场 但反而是可能大家会是一个 打配合的 这个这个状态也不一定 我们就拿这个小米站头和顺维的例子 或者是美团跟龙珠的例子来比 就是为什么他们同时要有这两个投资主体 其实这个就是刚刚Richard说的 可能就是有一些企业 他可能不抗拒CBC来投我 但是他比较抗拒企业之头 所以就是可能这两年 对所以这两年可能很多的这个大厂 或者很多的企业 他也回味过来了这件事情 所以他开始的去做 大家再换一层壳 多一手套 对对对 然后就是想做的更加市场化一点 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 可能我们传统概念中觉得 并购或者收购的动作 他会对于这个背头企业的要求 和这个我们说一个VC 去投资一个企业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少数股东 对于公司的要求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 大家也是在逐步找到一个 对彼此来说最舒适的一个投资角度 对然后所以现在其实我 因为我们看这个健康这个方向 其实也是有很多这个市场 有非常多很专业的基金嘛 然后其实我们也会选择去跟他们合作 然后但是我们可能会给 就是背头企业提供的资源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可能会真的是比较 偏业务端一点 然后但是可能就是对于 这一些这个纯财务投资机构来讲 他们其实能够提供的更多 可能是偏 比如说他原来已有的一些 这个其他的portfolio的一些积累 然后一些兄弟公司之间的联动 然后那一些可能就是横向的 这个横界面会比较宽 然后我们可能是 纵向的深度会比较深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去年我看在全球范围之内吧 大概有新成立了 210个新的CVC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但这个数字并不是这个历史最高 历史最高的其实在2018年 大概是2506加吧 对当然其实在2020年是减少了一些 然后去年又提起来了 对然后这一些这个CVC的机构 其实有一些我们可能都 都想象不到的一些这个机构吧 比如像是做数据库的MongoDB 然后就这样的企业 其实它都会有一个小的投资部门 就很多这样子的一些 这个小的CVC 他们就想说我 一个是我对我的这个品牌 非常有好处 然后有的是这个对我的这个 培养我的这个生态系统 然后我投了你 你需要用我的这个产品吧 然后用我的产品之后 我们两个这个互相的 把生态建造起来变成我长远的一个客户啊 什么都好 对我不知道这个Richard 还要了解到海外有哪一些新的 这个CVC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然后会不会有这种 concern是我怕这个站队 然后我不想选择CVC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是CVC 但是其实我们讨论的对象 其实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投资的这个主体出手的 有可能是真的是一个corporate成立的一个VC 是一个是一个这个基金 那么也有可能是这个corporate相应的这个职能部门 有可能是他的并购部门 比如像这个Facebook 他很多的这种并购职业都是从总裁办出来的 就是小扎直接一手出来的 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可能是说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在这些概念背后呢 那我们其实说到的基本上外面不离其宗 基本上就是几种行为 那么一个就是这个早期投资 直接投项目 那么还有很大的一块是CVC 平时他们一直在干的就是这个M&A 当然还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私有化 就是反向的这个reverse margin 这个现在也非常多 还有就是IPO 那这个非常多的这种IPO的他们也会参与 那么其实这些行为都是典型的这个CVC的这种行为 其实在我们看来的话在不远的过去 其实我们可能关注最多的 可能还是在投资和M&A这两块 就是这个并购这两块 那么几个大的巨头 像我之前写的这篇文章 其实我里面讲的主要是并购 他们不管是说是本行业的项目 还是说是跨行业的项目 都是他们这个并购的行为 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微软并购 这个暴雪 字节去并购Mudical 去并购木桶 对吧 这些都是他们直接就把一个东西给买回来了 那么还有很多这种早期投资的 像去年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碳中和了 碳中和是现在很热的一个点 就是有好几家这个大的这个厂 它其实成立了所谓这个碳中和的基金 或者是投碳中和的部门 这个亚马逊就有 微软也有 其他的一些这个赛道 比如说像这个Crypto Crypto其实去年也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CVC 或者说是这种corporate 它的值头这样的出来 比如说像这个Coinbase Binance 这些他们其实都开始做很多这样子的事情 第三个我觉得比较多的 就是说这个SaaS企业 其实在过去的一两年 其实发展还是非常快的 然后他们普遍其实现在都有CVC 或者是投资的部门 像这个过去几年不远上市的Zoom Zoom现在是成立了 扶持这种华人创业 或者是新兴创业的这种基金 和他们的这个投资团队 Hubspot Twilio这几家像Snowflake 这些都是已经成立了他们的这个CVC 他们这个主要就是自己的这个钱是吧 这个不一定的 比如说像Zoom的这个据说好像是 像外部是开放 它有一些这个外部的融资之类的 像这个业内搞这个CVC 搞得非常好的一家SaaS企业 就是这个Salesforce Salesforce是经常就搞基金 基金非常多 它这个投欧洲可能有一只Salesforce 欧洲基金 投这个美国有一只美国基金 投日本有一只日本基金 那它这个中间有很多比较灵活的处理方式 所以很多时候不太一定 但是据我了解的话 大部分的钱其实还是本公司自己来出 这个一般是这样的 那我们海外是不是有这种排竞队 有没有像国内那么严重 就基本上你要签一堆 不能接受什么公司的他们的这个投资 我没有拿过CVC的钱 所以我不知道签这些合同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啊 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特别直接的回答 再一个就是海外我们讲 刚才我就讲了这个海外 其实CVC出手比较多的 还是在并购上面 那并购上面就没什么可说的 那就是直接买回来了嘛 但是在早期投资来说的话呢 我想即便是说没有排竞队这样子的条款 但是在很多时候 其实竞争对手还是会考虑 他的这个出资背景 很多时候会有这种生态 或者是拉王结拜的这种想法吧 潜在还是会有一些 这个也没法避免 这个慢慢就发现 他其实还有这种LP 这个CVC化 我不知道这个国内和国外 是不是这样的这个趋势都是一样的 就慢慢大家好像都是自己投起来更加顺手一点 或者是自己在自己战略上面可能 契合度也更高 反而对我可能把钱 然后给到外部的这个基金 然后我自己做LP 三五年我也不参与到GP的管理的话 我其实是掌控性更低 所以慢慢的这个大家觉得 那我还不如自己成立进行自己做 我不知道大家观察是不是这样子的 首先我想说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辩证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其实我们讲说CVC 或者说是corporate的LP化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要区分 到底是公司出钱还是创始人出钱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就是其实我们在行业里面经常会看到 你比如说比尔盖茨出钱 对吧 但是比尔盖茨出钱 真不一定意味着说是Microsoft的出钱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只不过我们在拿钱的时候 往往就是说会倾向于 有的时候把他们混为一谈 一起来说 但是其实在海外的话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就是创始人出钱 或者说是公司出钱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在成为LP的这个身份上面来说的话 创始人和高管出钱 这个行为是非常普遍的 他们投很多的基金 这个是非常普遍 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很多 但是在有的时候 就又有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说你这个个体 拿了这个钱了以后 它会反向的去影响 这个基金的reputation 那么有的时候 它也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这种情况 有的时候就比较复杂 那么就我直接看到的这种 公司直接出钱 投资外部基金的这种行为 其实现在可能越来越少 我其实想说还好 就是从我的思想看来的话 我觉得其实它不完全冲突 就首先不管它是要做LP 还是它自己去成立投资部门也好 还是它去做了一个CVC 本质上就是它已经动了 想要去对外投资布局的这个念头了 只是它可能会选择不同的这个操作方式 因为这个里面我们可能还要关注到 就是这个公司的owner 或者是就是它的这个决策层 是否除了这个招聘了员工进来以外 它自己还要做这个基金的几批 就是也是 也就是说它对于这个基金的投资决策 是否具有影响力 就是它只是出了钱 还是说它是真的把这个事情拔到了 就是跟我们公司企业 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的一个 同样的这个战略的这个高度 对我觉得这个都会对于最后的产出 有比较大的影响 我们现在看到去年 其实大家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新闻 比如说钟珊珊老爷爷 他自己也去考了那个基金从业资格证 对然后大家当时就在想说 为什么他没有选择去做LP 为什么自己要去考这个对吧 然后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大佬 他其实一直都有自己在去run自己的这个基金 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像这个雷军的顺维 对他其实应该也是顺维的这个GP嘛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像Richard刚刚说的 就是个人和公司 首先他可能这个行为和这个预期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如果我们是说到这个公司层面来讲的话 通常哪怕是要做对外投资这个动作 大家也有可能啊 大概率都是这个做LP和直头会结合在一起的 这个就有点像之前我们看到很多的FORF 就很多的母基金其实也同时在做这个LP和直头的动作 其实总结来说都是提高他们的这个叫什么 综合的这个回报率 对其实在硅谷这边我了解到的如果是可能基金 我在分别投一些可能其他的基金 他的主要的就是想找一个他的接触到项目的更大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或者是这种跨境的 就我可能在你们这个市场 我没有我更好的一些获取项目的渠道 我先投你一点 然后我慢慢了解了当地市场情况之后 我再直投或者怎么样 就是一个触角 然后包括我知道的像是Andreason 他其实投了好些个这种特别 当然他不是corporate VC啦 不是CVC 他投了好些个特别新兴的这种叫什么microfund 然后就可能一些比较年轻的 或者是这种有KOL的这种潜质的一些新兴的这种基金经理人 然后可能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撒一点点钱 然后从他们那里拿来很多的这个dual flow 对可能大家都是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很战略的这个眼光在做这个事情吧 就是把他自己的这个source的这个多元化 用投资做LP的方式打开 对 对对对对 但我发现可能是前两年却是这样的多一些 然后这两年更加像是 我了解了这个市场了 然后我知道怎么投了 我其实就没必要了 自己钱自己投 或者是这个我放在自己公司里面投 其实是可能更好的一个选择 但我觉得另外一点可能是 我在当时其实接触蛮多的 比如跟硬件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大厂 他们的一些战斗部门 这基本上可能刚刚跟这个Richard最早说的一样 我得先去跟他们的业务部门 得先聊清楚了 然后他们业务对这个方向有没有兴趣 然后有没有可能产生合作 然后他们的这个战斗才进来栽投 我不知道默默是不是现在也是这样子的 就可能还我们这边比较特殊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目前还是比较focus在早期少数股权投资的 所以我们不会在这个跟我们的强协同上有非常硬性的要求 但是我们是会怎么讲就是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会伸出援手 就是在确实比如说在某一些这个产业资源 比如说随便说说举例子啊 供应链啊 然后包括比如说研发呀 然后包括就可能是销售渠道上 比如说我们真的是相对于这些早期创业公司 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而且能够确实有协同作用的 那这个时候其实他也会倾向于拿我们的钱 因为他们会觉得拿我们的钱是有附加值的 而且又不用额外的作假 对然后所以就每个企业可能情况不太一样 对因为像比如说之前有一些互联网大厂 我们都知道他们的这个Copper VC在外面 可能也非常的火跃投了很多的早期项目 然后到最后投完发现跟自己内部是有竞争的 可能我BU要孵化个什么新项目 然后两边还会反而有一些冲突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企业的这个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对就反正现在大体来看的话 我觉得并购的角度就是M&A这个角度的话 那么还是说是可能以协同这个业务拓展 续命啊这种角度可能为主 那么在投资角度 其实我现在也非常赞同默默的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也是越来越多的CVC 其实比较灵活也比较友好 其实他们投什么都可以 这个我们跟CVC交流的时候 他们觉得并不是说非得要限制在我们母公司的母业务上面 主营业务上面 可能有一些新的一些这个非常有创新性的一些赛道 一些新的创业者他们也会去考虑 甚至是专门他们自己就会去孵化 其实我们去年聊过一期牧童 因为当时还是觉得这个价格是特别的这个好 我们还为它叫好了对不对 然后大家觉得都很值 但是后面整个他们的战斗部门被解散了 然后就是因为他们近些年的这个业绩不是特别的好 我不知道这个据两位的这个理解 大家可能在这个CVC在评判他们自己投什么东西 然后投出来这个产出的这个结果 如果像刚刚Richard讲的 那可能我什么都会看一些 然后如果又不是纯看财物的话 从战略的角度这个来看的话 那什么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评判标准呢 我有一个理论 我有一个理论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相对会比较抽象一点 就是这个其实也是我在就是平时我们内部沟通的时候 我也会去跟大家讲的 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东西叫做 对于企业来说的一个综合ROI 抽象一点来说的话 就是这个企业的一个企业价值的一个提升 那这个企业价值包含了就是一个是短期 我们可能看到的可能业绩的增长 对吧 那长期的话可能是一些 比如说他的无形资产的增加 然后他的核心竞争力和他的竞争壁垒的叠加 然后或者是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可能财务投资回报对我们来说是 只是这个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是对于就是市场化的VC机构来说 其实他最关注的就是他的财务投资回报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我们会更关注的是说 首先因为皮质不存毛浆烟腹 就其实我们是属于一个corporate的VC 那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第一是 希望这一个厂就是这个公司 他能够长远的走下去 他能够成为一个百年老店 那在这个的基础之上 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些 这个投资才会是有价值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会有一种很完美的情况 是像这个Facebook他现在在做的 他可能就是直接赌自己的一个 非常不一样的未来 然后最后赌成功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会是一个很华丽的一个case 对但是对于大多数的这个企业来讲 特别是 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没有提到 是说除了互联网企业以外 在这个市场上参与度很高的 还有很多的是我们所谓的传统企业 或者我们说的是实业 它其实不是互联网企业 其实他们一直也都在做 这样的一些投资动作 那对于这样的一些实业企业来说 更加是这样 因为它的这个业务的连续性 和就是稳定性 会相对来说更高一点 那么它一定是围绕着 它的主营业务 然后去做外沿的投资 所以对它来说 最重要的第一点 是保证我的这个 主营业务的竞争力的持续 然后保证我的这个企业的生命力 能够就是这个欣欣笑容吧 对 然后所以就是可能 我们会去考虑的 真的是这个所谓的综合RI 然后但是因为CBC 如果要去做外部的 这个LP的募资的话呢 就是财务投资会报 一定也是重要的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 这个两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就如果说我们的企业 本身的业务做得很好的话 那它一定也可以有更好的 一个造选能力和输选能力 给到背头企业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 可能两者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说一下 这个可能大家都在面临的 一个问题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就是一个反垄断 然后基本上可能我们了解的 很多的这些大的这个并购 特别是这种Mega Case 都是要经过政府的这个审查 然后包括国内 可能我们不断地会听说 一些这个新闻 然后一些大厂 他们其实也是会经过 一些审查的 然后一些Case 他可能也是做不了 对我不知道这些 对这个CBC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就包括投资 以及这个并购吧 其实国内 因为反垄断这个话题 我们前两年 也有聊过一两次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对之前是因为 怎么讲就是前几年的确 国内的这个互联网市场 发展的太快了 然后所以就是现在 才会反过来去看说 是不是这个这些 比如说互联网大厂 存在着无需扩张 这样的情况 我们其实属于这个 反过头来 补作业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状态 对那这个事情本身 对于市场的 我们说创业公司也好 或者是对于早期公司来讲 也好 一定是一件 怎么讲 就是好事 就是允许他们 在这个早期的时候 有更大的一个成长 和发展的空间 然后但是可能 我觉得实际的影响 没有大家想象中的 没有大家想象中的 对对对 因为它其实是在 就是可能是在一些 比较这个细节的条款上 比如说原来可能会有一些 所谓的二选一 这样的情况 或者是排他这样的情况 然后现在可能是不被允许了 然后以及就是真正设计到 这个反垄断审查的 这样的case 因为它的 往往受到关注的话 它的金额已经非常大了 所以它的个数也是 在市场上来说是少的 对 对 所以我说实际的影响 所以应该还好 一样就是 如果我们说CVC的 这个动作来说的话呢 它本身有不同的动作 那么在早期项目 投资的这个范畴里面 其实我觉得反垄断 其实限制的不是特别多 也不是特别大 因为毕竟面对的这个项目 面对的竞争对手 各种东西都是非常早期的 这个可能是更多的 在这个并购里面 那并购里面 其实不光是反垄断了 这个国与国之间的 很多的一些 比如说像这个 当时我记得 NVIDIA要并购 当时一个芯片企业 不也是吗 就是说 对 这个叫中国商务部 要同意的嘛 对吧 所以这个中间 其实如果真的到并购 甚至IPO 其他的这一些 自由化这样的 这个行为的中间的时候 那相应的很多的 这种case 那就会上去了 这个也很好理解 所以我觉得 在我们CBC早期投资的 这个讨论的 这个范畴里面 其实还好 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那我不知道 这两位觉得 国内的CBC 会更加关注 国内还是海外的 这样的并购 或者是投资的机会 其实这个答案 我觉得就是 其实没啥太大的差别 因为现在大家都 全球化嘛 就是基本上还是看 哪里有价值挖地 会选哪里 对 所以包括海外的公司 也会来国内 并一些企业 所以我觉得这个 到没有特殊的原因 在这个后面 出海圈 其实上一个时代 几乎所有的CBC 全部都是去新型市场投资 那么在局部 我们有时候 是会观察到一些问题 那比如说印度 有大量的这个中国的CBCPE VC去印度投资 完了以后 最后受到政策的监管 和影响了以后 血本无贵了 但是在整个的这个 全球化的这个里面 其实就像孟孟讲的 那只要价值挖地存在 那大家买买买 这个意向肯定是有的 CBC都会去想做这件事情 那真正好的东西 谁都想要 如果对于他的业务有帮助 对他的这个发展 正好在他的这个前面的 这个路上 那他都是想买的 但是具体的操作上面 我认为可能在很多的这个局部 具体的市场 具体的赛道 具体的国家 可能会遇到一些相应的 这些你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其实现在在东南亚 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 东南亚的这个投资 中国和美国 现在都还是一直在进行 或者说是比较活跃 但是在印度的投资 其实现在就是大面积的放缓了 对就今年大家有没有什么 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这个策略 因为感觉好像是 不管是这个美联储 这个要加息啊 然后好像这个 二级市场可能说是 这两天稍微好了一点 但是其实还是一些 这个悲观的情绪 充满着整个市场 我不知道对CBC的这个角度 大家会不会看到 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 一些变化和大家的 这个今年的计划 从我认识的小伙伴们的 这个视角来看啊 就是因为也会和 其他的一些CBC 小伙伴们交流 我觉得相对来说 大家的这个目标感 跟确定性 或者是就是受外部影响的 这个波动程度 是较弱的 哦 是的 就是确定性是更强的 目标感是更强的 对的对的 因为就可能 因为就像前面说 主营业务总归是要做的 然后所以这个投资行为 本身可能是集团战略 然后或者是 未来的这个发展的 一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杠杆嘛 然后所以就是可能 大家在这个投资行为上 其实没有受到 太大的影响 但是因为本身 我们是在一个 这个开放的市场上 所以就是其实 我们的合作方 和我们的对手方 包含了这个市场化的VC 那就是所以 外部的其他机构的 这个就是 他们的投资信心 和投资动作的变化 其实会影响 我们的投资成本 然后或者会影响 我们的交易的 这个进度也好 或者是交易的 这个结构也好 对 所以我觉得 某种意义上 是受到影响的 但是从这个实际的 操作的层面上来讲的话 大家的确定性 还是相对会强一些 这是我的体感 就是感觉是在 细节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可能在 我需要投什么企业 然后我是要往什么方向 再看 然后这个其实是 大面上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 是的 因为它其实是要 匹配你整个的业务的战略 但业务它不可能是 这个隔一天 就换一个新的方向 其实所以这个是我 就是感受特别明显的 就是如果大家 比较关注这个 一级市场的话 应该知道就是前几年 我们说有过好几波风口 就是比如说这个 最早的时候 可能是这个循环经济 当时火了一波 然后后来又是 电动车火了一波 然后现在是这个 前两年是消费又火了一波 然后包括这个线下的 什么新零售 对不对 然后现在可能又到了 贪中和等等之类的 新的主题 所以就是其实 这一些所谓的市场风口 一直在轮换 那所以对于很多的 这个VC从业的 特别是比较 Junior的小朋友来说 其实他们就感觉 自己一直在换 这个要sourcing的 和这个学习的主题 对 但是对于 一家企业来说的话 因为它的主营业务 不会两三个月一变 对 所以它 其实它要投的方向 是相对来说 比较consistent的 对 这是一个 比较大的区别 但会不会有一些 concern就是说 我比如说是 我是从我的这个 balance sheet上面 在做投资的 对 我其实就觉得 那我可能如果在 风险比较大的 情况下面 我们可能会 留更多的这个资金 在我们内部的 这个发展 或者在这个 主营业务运营上面 可能就不会那么多的 去再做投资了 会有这样的concern吗 所以我们发现 现在其实企业 做对外投资 这件事情 会越来越机构化 就是他们其实 更倾向于 去做一个基金 然后这样子 就相当于是 我已经 allocate出来 这一部分的资源 是我要去做 某一件事情的 因为企业管理 其实大家 每年都会去做预算嘛 这个就相当于 是我有一部分 固定的预算 然后是来做 这一件事情的 然后我觉得可能 不同的企业的 操作方式也不一样 就是有一些企业 的确是像 戴安妮说的 它可能就是 我公司直投 然后我的行为 就是我看到 比如说今天 有一个比较好的项目了 那我临时 就比如说 开个董事会 对吧 然后我们就直接 敲定了说 会做这一笔投资 然后从Badden 是一场 拿出一笔钱 来做投资 那如果是 这样的操作的话 相对来说 它可能就是 比较 一方面可能 我们正向说 是比较灵活 因为它随时可取用 然后可能 这个金额 可大可小 对 然后可能 它的管理 相对来说 也比较的 这个灵活 对 然后但是可能 现在我们看到 比较多的是 大家还是会去做 少量的对外募资 然后用机构化 管理这样的方式 来想把这件事情 做的就是 更市场化一点 瑞士这边呢 有没有看到 比如说是 像海外的一些 这个CVC 在趋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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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变化 提供另外一个视角 其实我刚才 这个 孟孟讲了 一级市场 我来讲一讲 二级市场 虽然我不是 一个二级市场 从业者 但是我们 能看到 其实二级市场 在过去的 疫情中间 其实有不少的企业 还是受到了 很大的打击 巴维特 不是有一句话吗 所谓的 这个叫做 别人恐惧 说我贪婪 别人贪婪 是我恐惧 其实在并购的 这个角度来说 这句话 也是非常适用的 那么我们在 过去的一年 因为现在最多 能拿到过去一年的数据 那么我们看 过去一年 2021年 几家美国头部的 科技企业的并购的 就是收购的 这个出手 其实是在变多的 尤其是 微软收购暴雪 其实微软 在2021年 出手 是多于它的 19年和20年的 这个表现的 20年微软 进行了9家收购 2021年 整个进行了14家 这个加上 22年初 这个暴雪 算上这样子的话 其实它比 就是苹果 亚马逊 这些企业 加起来还多 那么背后 就是说明什么 那还是 第一就是 对于这些 头部的科技企业 它造取能力 真的非常的强 它的现金流 非常的好 那么在市场 一旦不好的时候 那么潜在的 其实对于 IPO 对于并购 这个市场 都有相应的 这个正与负的影响 那么一旦 这种机会到的时候 那么手握 大把钞票的 这一批 比较有钱的CVC 那他们就可以 搭展手脚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我们不得不考量的 一个具体的 一个现象 对 我记得好像在2020年 我们做过一期 节目 我忘了是谁了 然后当时就是说 这个也是因为市场不好 所以很多公司 它的这个估值会比较低 可能大家就会在买买买 这样的情绪 就会比较高张 对 因为其实大企业 他们这个现金的储备 还是蛮多的 对 所以可能我们是不是 又到了这样的一个世界 就感觉好像 我们怎么老是在下行的经济 好了 那我们今天差不多 就讨论到这里咯 谢谢两位 今天过来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咯 好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这期What's Next 科技早知道 就到这里了 听完之后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 给我们留言 我们每一条都会认真的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给我们五星 或者好评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也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你也可以单独写邮件给我 邮箱地址是 听ting at 声.fm 我都会一一回复 那同时公众号和微博 也可以搜索声的活泼 声是声音的声 节目相关的更多信息 会在公众号里出现 微博和公众号 都会有不定期的福利 给到大家 如果你想要跟我们 更加紧密的讨论和分享 或者是想要认识和你一样 有求知遇的新朋友 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 进入听众群的方法 是在公众号文章中 扫码添加 或者是公众号后台回复 科技早知道 即可获取邀请码 期待你的加入 我们下期见